大家好 我是四水年华 又是新的一天 说真的 本来我是计划昨天走的 但是还要再吃两天 因为今天我爸回来了 我爸从青海回来 我得去接他一下 为什么要回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是河南郑州的 在几个月前 我们郑州下大雨 所以我们家的房子 老家的房子也有很大的问题 媳妇送完孩子就买一堆菜 这是肉馅吧 对 你要做什么 包饺子 因为我不知道做啥 因为她很久没回来过 我也不知道包啥 做啥不叫包啥 所以说包饺子 行 因为发水 我们家那个房子 凭着什么急我也不知道 然后要修房子 我妈又在那里照顾我姥姥姥是吧 我姥姥姥大家都知道 年纪也大了80多岁了 所以老家的房子也没人管 然后我爸就先回来把那房子看着 然后他们公家是帮忙收拾 我就不去参与这个事情了 我继续我的计划就是周游全国 等会儿年纪要说你 没事的 那我爸只是起到一个 监工 监工 然后刚刚就说了嘛 是公家帮忙修整房子嘛是吧 公家帮忙 然后那些 村里的事情 我常年不在村里啊 村里认识的人也并不多 像上次修厕所的时候 虽然说我是监工 但是最后监到最后啥也不是啊 那厕所现在都是个笑柄 是不是 上次回家 那个门都关不上了 这才多长时间 半年时间 门都关不上了 地也是不平的啊 地还不能用 我回老家两次了 都不是在自己家上个厕所 所以呢 这个事呢 我就不参户了 然后我爸回来 他去忙吧 我觉得这个村里的事情 和这个城市里的 还是有点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了 你看啊 比如说咱们家什么东西坏了 你听我先说完 比如说咱们家东西什么坏了是吧 我找个人是吧 他给我弄 我可以随便说 我说你弄的好或者弄的不好 对不对 但是老家那些人 我不好说你知道吧 就是 他们也是我长辈嘛 然后动不动 就要扯了点亲戚关系 就没有办法说 你就没有办法说的那么绝 你说这个不行 你必须要重新闻弄 就开不了口感觉 你说吧 那你说的这方面 我就不好说了 这本来农民你知道吗 农民有个最大的特点 嗯 就是勤劳 嗯 农民的最大特点是勤劳 是真的是勤劳 嗯 然后 但是住在农村嘛 嗯 农村也可以想一下嘛 农村 就是市比较多 嗯 你不就是因为留言 非以经受不起农村的 从江西到这来了吗 嗯 是的 因为当时我媳妇 我在我媳妇家住一段时间啊 当时也是你们家人生病吧 啊 所以说当时我们在南昌也没有办法 嗯 这个就不多说了 说不完的 啊 再后来 就我通过朋友嘛 朋友也跟我说的是 上个月才跟我说的是 他说 哎我发现好奇怪了 他说我妈跟我说现在我们就是门里吧 就是村里吧 嗯 不说那些闲事了 嗯 哎我回她的一句我就说 我说是不是老人都已经 就是 所以是年轻人就是不愿出去说那些闲事嘛 嗯 看看啊 这个是大萝卜 按照你们家的标准做法 嗯 因为 我本来想换新的就是说 别人也说这样煮了营养会流失嘛 嗯 本来想给它擦成丝用 用一点点盐把它撒出水 然后一挪就可以包嘛 但是你们家这些年都是吃煮的 对煮一下之后 然后 把那个水弄出来啊 拿个布弄出来 然后我配了这个 馅儿 我刚刚问你的时候 你也是说要煮 我说创新的馅儿 就煮吧 现在中午了 过来接家家放学啊 回来了 看看 这个高压锅本来都已经装车了 又给拿上来了 因为是这个啊 要煮饺子 馅儿不少 中午也吃是吧 这么多馅儿 晚上也吃是吧 嗯 水开了 下饺子 高压锅煮啊 煮出来的特别筋道 特别好吃 高压锅上气了 大概一分钟吧 这是肉馅儿的啊 一分钟 焦水 你种的这个真不少啊 看看 你这个去多 这叫什么来这个 吊篮 吊篮是吧 吊篮去多 这是辣椒 青辣椒 还有红辣椒 看这个红辣椒 咱开花了 开完花就是辣椒了吧 嗯 看看 我都不舍得吃 高压锅浇水 哎 哦 很大的烟啊 看看肉汤汤的饺子 好好吃 一转眼就下午了啊 现在去火车站 去接人去啊 朋友们车从回来呢 也没有加过油 这油价啊 非常贵啊 现在 7块5亿升吧 呃 导航倒了一个小加油站 那边便宜点 先去加个油了 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 隆海快速路啊 也是郑州 中心吧 从 看看这个加油站的车 排着对家 就因为有便宜点 慢慢排吧 朋友们 这奥迪路虎都过来加油 都不是想省一点吗 是不是 排着对家 虽然说我在路上 省时简用 不是也正常嘛 对不对 现在到我了啊 我的车是一点油都没了 5块 7块5毛6 钱哗哗的流啊 我这油箱是100升的啊 已经74升了 看看啊 加了650 我是网上付款啊 这只付了500多 送了两包纸 还有一个这个 洗车卡 然后排队洗车 这洗车的这个机器也坏了 等了十几分钟了 再也不动了 好了终于可以洗了 来到火车站了 郑州站 看看 郑州火车站 说是曾经最大的火车站啊 中国最大的火车站 全国的交通枢纽 现在高铁越来越多了 这个老火车站 估计也没有曾经的辉煌吧 现在这个火车站啊 有两面 那边也可以 这边也可以啊 上次我媳妇出的是那边 打电话 再也找不到了啊 这边是东 那边是西广场啊 这东广场 这刚刚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他走到那边去了 我说我在 这是北边 这是北边啊 往北边走 好了 接到我爸了啊 看看这个行李 还是挺多的 非常重 上车吧吧 现在天也黑了 往家走 车真的是多啊 现在到家了啊 媳妇儿在做饭 看看 高压锅 还是饺子啊 满满一盘 这够吃了人啊 一回来啊 这家家就让爷爷瞎想起 看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 我爸从青海带回来的 也是媳妇儿心心念念的 是不是啊 是啊 这是带的牦牛肉啊 化了没 化了 化了 火车上还是热 还有冰的味道没 凉不凉 下面有一点点 上面也就是 还有点冰呢 没事 装到冰箱里 水开了 下饺子喽 好水炒好 来吧 我们的晚饭 带鱼 豆腐干 这是花生 还有个青菜 还有个这个 猪头肉啊 然后就是 饺子是主食 你吃上了 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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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我去吃上了 就吃上了 没吃吧 好吃 一个小钱 哎呀